南篮夺冠郭艾伦巴恩,祝贺兄弟们,意见连四个字回复,亚运会最后一战完美收官,中国南篮红队可以说是打得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了,也是中国南篮跟红篮两队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比赛,吹爆阿布,吹爆周琪,吹爆王哲林,吹爆赵瑞,吹爆南篮每一个小伙子,值得注意的是蓝队的意见连和郭艾伦在赛后也是第一时间吹了一波, 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了对这场精彩绝伦比赛的看法,详细见文章配图,郭艾伦巴恩,祝贺我的兄弟们,真好,而意见连则说出简洁的四个字,血性,硬气,虽然蓝队没有参加这次的亚运会,但他们的心,都是牵挂着兄弟们的,而9月14日中国南篮蓝队将前往黎巴嫩,参加南篮市与在第二阶段的比赛, 相信他们也会像红队那样给我们交出一份完美的打卷,有懂球的球迷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道,真的敬佩大摇,真的一心一意为中国篮球,真的非常懂中国篮球存在的问题,另外不用外籍教练也太对了, 预计年底红蓝两支队伍就要合并了,除了意见连和郭艾伦,蓝队里其他人周鹏、胡金秋、大汗、李根、迪小川最终有几个人,会进入到最后的12人名单,期待红队与蓝队合并后的终极男蓝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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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